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據婚姻訴訟條例第十二條 如果雙方結婚未滿一年 是不可以提出離婚 但如果澄澄人蒙受到異常的困苦 或者因為對方有異常敗壞的行為 法庭就可能會允許澄澄人結婚一年內 就提出離婚 離婚澄澄是可以由任何一方向法院提出 但離婚申請是必須由雙方共同向法院提出 申請離婚的理由一定是要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救 甚麼為止是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救呢? 如果以澄澄方式提出離婚 常見的證明就是對方通姦 令澄澄一方無法忍受繼續與對方共同生活 又或者雙方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兩年 這些通常就可以證明到婚姻已破裂至無可挽救 如果以申請方式提出離婚 常見的證明就是雙方已分開居住最少連續一年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